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出台的第一个专门面向教师队伍建设的里程碑式政策文件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本版简称意见,近日印发,对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做出顶层设计 意见提出,到2035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 培养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万计的教育加行教师 教师管理体制机制科学高效,实现教师队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教师主动是有新计划,人工智能等型技术变合,积极有效开展教育教学 尊师众教未然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强国必先强师 为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教师人人进展其才 好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意见围绕全面加强师德师丰建设 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深化教师管理综合改革 不断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确保政策举措落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创新举措 注重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丰等的监察监督 加强教师党支部和党员对立建设 将全面从研制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教师党支部和教师党员 把党的政治建设买在首位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充分发挥教师党支部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和宣传引导凝聚师生的战斗堡垒作用 充分发挥党员教师的先锋活泛作用 选优配强教师党支部书记 注重选拔党性强,业务精,有威气 可奉献的优秀党员教师担任教师党支部书记 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 定期开展教师党支部书记轮讯 弘扬高尚师德 健全师德建设常效机制 推动师德建设常态化常效化 创新师德教育,完善师德规范 引导广大教师以德力深,以德力学,以德诗教,以德律学 坚持教书与人相统一,演传与身教相统一 潜心问道理,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相统一 征作私有好教师,全心全意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注重加强对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师德师封等的监察监督 强化师德考评,体现讲优法列,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完善诚信承诺和诗信承解机制 着力解决师德师范,学术不端等问题 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支持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 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题 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 适时提高师范专业生均拨幻标准 吸引优秀青年踊跃报考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 创造条件,推动一批有基础的高水平综合大学成立教师教育学院 积极参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工作 大力培养初中毕业起演的五年制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办好一批幼儿师范专科学校和若干索幼儿师范学院 支持师范院校设立学前教育专业 培养热爱学前教育事业,幼儿为本,才艺兼备 擅长保教的高水平幼儿园教师 创新幼儿园教师培养模式 潜移培养起点,大力培养初中毕业起点的五年制专科层次幼儿园教师 优化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体系,突出保教综合,科学开设儿童发展 考虑活动,教育活动类课程,强化实践性课程 培养学前教育师范生综合能力 建立幼儿园教师全员培训制度 切实提升幼儿园教师科学保教能力 加大幼儿园园长,乡村幼儿园教师 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教师的培训力度 严格教师准入,提高入职标准 完善中小学教师准入和招聘制度 完善教师资格考试政策 新入职教师必须取得教师资格 严格教师准入,提高入职标准 重视思想政治性质和变化能力 建立符合教育行业特点的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招聘办法 临选乐教师教善教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优化编制结构,向教师队伍倾斜 适应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紧迫需求 合成将教育一体化发展改革的形形式 充分考虑形形成正化 全面二排政策及高考改革等带来的新情况 根据教育发展需要 在现有编制总量内 统筹考虑,合理核定教职工编制 盘活事业编制存量 优化编制结构 向教师队伍倾斜 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教师总量 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 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推动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将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等学校 由高等学校自主组织职称评审 自主评价,按岗聘任 推行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制改革 做到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将教授为本科生上课作为基本制度 建立体建议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 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应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民办学校应与教师依法签订合同 按时足额支付工资 保障其福利待遇和其他合法权益 并为教师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推进高等学校教师薪酬制度改革 建立体现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机制 高等学校教师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务收入 不纳度本单位公平总额基数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列入督查督导工作重点内容 要切实加强领导 实行一把手负责制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党委常委会每年至少研究一次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建立教师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解决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问题 相关部门要制定切实提高教师待遇的具体措施 研究修订教师法 统筹现有资源 壮大全国教师工作力量 培育一批专业机构 专门研究教师队伍建设重大问题 为重大决策提供支撑 各级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 完善支出保障机制 确保党和国家关于教师队伍建设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将教师队伍建设列入读查督导工作重点内容 并将结果作为党政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将成任命的重要参考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全面落实到位 真正取得时效